全球干线飞机市场几乎被两大航空巨头瓜分 一个是美国波音公司 另一个是欧洲空客 根据资料显示 这两家公司已经形成了从100座的低端干线飞机 到500座以上的大型干线飞机的系列产品 整体数量占据全球民航客机73.6% 所创造的市场价值高达上万亿美元 波音与空客的蓬勃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链 例如飞机零件制造 维修改装 通航培训 配套服务等产业的发展 促进了大量人口的就业 在波音与空客称霸全球干线飞机市场的背后 中国航天人显得颇为无奈 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 中国却无法参与到国际竞争中 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这块大蛋糕被美国与欧洲瓜分 其实中国早就有了研发大飞机的梦想 几乎与欧洲空客同步启动 在1970年 国产首架大飞机运时项目启动 在1975年 运时设计图纸完成 纸面数据为最大起飞重量110吨 最大航程8000公里 客餐根据不同布局 可分别载客124 149 178人 在1980年 运时首飞成功 标志着中国在大飞机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但好景不长 运时首飞五年后被迫下马 期间加起来的飞行时间 仅为170小时 运时下马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技术原因 是由于中国工业发展起步晚 地子薄 国内缺乏能够加工机身大量 所必须的巨型磨断液压机 在当时 能够生产这种液压机的国家 仅有美国 苏联与法国 而巨型磨断液压机 作为国宝级战略装备 这些国家不可能向外出售技术以及产品 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中国工业实力大大增长 国内第二重型机械集团 研制出了8万吨的巨型磨断液压机 为中国研制国产C919提供了支持 在2015年 C919正式下线 其最大起飞重量 72.5吨 中国干线客机 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曙光 除了C919 中国与俄罗斯还在研制更大吨位的C2929 这架大型客机的生产 同样离不开巨型磨断液压机 根据数据显示 未来2020到2038年 亚太地区航空制造需求 将达到3.84万亿规模 预计新增客机建造需求为4.4万架 值得欣喜的是 未来这块大蛋糕 不再由波音与空客垄断 中国大飞机也将从中分得一杯羹 不再由波音与俄罗斯 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